新婚5个月,老公把婆婆接到家里来住 无意当中听到了老公和婆婆的对话 我果断选择离婚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带大家去了解一下 Hello,大家好,我是小雨 我跟我老公是在同一家公司上班 也同属于一个部门 有一次在工作当中 我是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还是我老公出面帮忙解决的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她为人特别的好 而且老公长得也十分的帅气 高高大大的 部门里很多的女生都特别的喜欢她 后来就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我也特别的感激她 为了感谢她 我也主动提出要请她吃饭 她也没有拒绝 后来在工作当中 我们也多有接触 一来二去 两个人慢慢就产生了感情 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当时跟老公交往之后 我还觉得自己挺幸运的 因为老公在工作上可以帮助我不少 而且她就是长得也是挺帅的 很多人也是羡慕我 我这心里边总是也美滋滋的 在我们两个人交往期间 也相处得非常的融洽 后来在我们交往一年多 我却意外怀孕了 这个时候不得已 肯定就要谈论婚事了 我跟老公家是同属于一个市 但不属于同一个县 但我们两个都是农村的 老公他家里还有一个弟弟 还有他妈 他爸爸是在他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所以这么多年也一直是他妈 把他们兄弟两个抚养长大 所以老公家里的家境不算很好 我家里的家境也算一般吧 反正都是农村人 既然我们两个决定要结婚了 肯定就要双方父母坐下来 谈结婚的具体事宜 所以我跟老公就商量了一个日子 订了一家饭店 就是到时候两家父母坐下来 一块谈论一下 到了那一天 双方父母是都到了饭店 然后坐下来具体谈论一下 我们结婚的事情 当时我妈就说了 既然现在他们两个小年轻人要结婚了 这个彩礼肯定必不可少的 我们家就要15万彩礼吧 你们家觉得怎么样 当时我妈说完之后 我的心里觉得 因为当时我们这里 基本上都是15万左右的彩礼 我妈就是要的这个数 也不算过分 不算很高 也不算很低 本来觉得老公他们家肯定会答应的 谁知道 我老公的妈妈 也就是我的婆婆 就站起来就说15万彩礼 你们真说得出口呀 你闺女现在是未婚先孕 哪里还值得了那么多钱 现在是你闺女 你们家着急要结婚 我儿子不着急结婚 所以我们家就只出3万块钱彩礼 当时我爸妈听见我婆婆这么一说 顿时非常的生气 我的心里也特别生气 正要跟他们理论 但是我妈就想着 我现在怀着孕 怕我动了胎气 于是我妈就说 那3万就3万吧 后来我妈就说 这彩礼现在是定下了 但是他们两个要结婚 肯定需要有房有车呀 我婆婆就说 买什么房子呀 我们家住的不是房子吗 而且我们家这么大院子 到时候他们两个结婚 就在这个院子里办吧 结完婚之后就跟我们住在一块 我当时听见婆婆这么一说 我顿时就不高兴了 因为我就有种感觉 婆婆这个人不太好相处 如果结完婚之后 真的跟婆婆住到一块 日后肯定会产生很大的婆媳矛盾的 还有我婆婆又接着说 车买什么车呀 我们家的情况 你们也看到了 我们家可没有那么多闲钱 结婚还买什么车呀 就这样吧 我当时真的啊 听完我婆婆说的话 我真的想好好的骂她一顿 但是又想着 她是我老公的妈妈 又是长辈 所以我也没吭声 最后谈完之后 也只是彩礼三万块钱 等于是定下了 房子和车没有谈妥 就想着日后找个机会再谈 然后我回去之后就跟老公说了 我说咱们两个结婚 不能没有房子呀 我们两个都在市里边工作 这结完婚住在村里边 这来回也不方便呀 如果我们结婚能在市里边 哪怕首付一套房子 这也是好的呀 老公就说了 我没有钱呀 我说那你可以给你妈商量一下 就到处借借呗 哪怕以后咱们再还给她 对不对 我老公就回去 给我婆婆商量了 我婆婆就说 那三万块钱彩礼 咱们家都已经很难拿出了 你这现在又要在市里边买房子 咱们家哪有那么多闲钱呀 没有 说了这一句话之后 我老公也没再坚持什么 回来之后原话跟我说了 我这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 但我实在是不想结完婚之后 跟我婆婆住在一块 我就回我娘家 跟我爸妈还有我哥商量了 后来我哥就说 小妹不行这样吧 咱们家就是给你拿三十万 让你们在市里边首付一套房子 结完婚之后 你们小羊口就一起还房贷 以后工作怎下钱了 再把这个钱还给我们 当时听到我哥这么说 我真的心里边充满了感激 就觉得还是我爸妈跟我哥最疼我 于是我就拿着娘家错的这三十万 在市里边首付了一套房子 因为这个时候 我跟我老公还没有领结婚证呢 所以这个房子上只写了我的名字 后来就开始商量车的问题 但是婆婆一直就是坚持说 家里没有钱买不起车 我就心想着现在自己怀着孕呢 着急结婚 我爸妈也是怕我受委屈 于是也就说没有车就没有车吧 在市里边坐公交车也是挺方便的 日后你们就是攒了钱 再买车也不迟 所以说我们就这样结婚了 也是没有买车 结完婚之后 自然我们两个也是住到了我娘家出的首付 买的这一套房子里边 我虽然现在怀着孕 但是我每天还是上着班 因为我就心想着自己的工作也不是很辛苦 等到自己月份大的时候再休产假也不迟 我的工资每个月可以达到八千左右 老公子可以达到一万块 每个月虽然我们需要还房贷 我就计划着那我们的小日子肯定过得也还是不错的 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婚后老公他却死死的守着他的工资 一分钱都不出 每个月我需要拿我的工资还房贷 而且家里所有的这些生活开销也都是花我的工资 时间一长 我这心里边就有些不舒服了 我就找老公谈话 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老公却说了 这个房子是咱们在结婚之前 就是你买的 这个房子上肯定也没有我的名字呀 虽然咱们现在两个人结婚了 但是这个房贷 如果我跟你一块还的话 那以后我岂不是要吃大亏了吗 后来我就说 那房贷你不管还 那生活上的一些开支你总要付吧 老公却说了 你不是现在也有工资吗 你这个工资就是日常开销不是也够花吗 你非得给我计较这么多干什么 说完之后他扭头是走了 不想再给我谈论这个事情 我当时怀着孕 这心情啊也是挺不好的 看见他这个样子 我就更来气了 但是我也不想跟他争吵 于是我也就没在知事 后来就这样一直过着 老公却死死守着他的工资 我本来心想着 老公他要是自己把自己的工资 能够积攒起来 那也行呀 可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老公每个月都会往家里边 给他弟弟打三千块钱 而且他弟弟有一个孩子 也就是他的大侄子 他每次回去都会给他大侄子 买很多的玩具 零食 而且每个月也会给他妈打一笔钱 这让我的心里边越发的不舒服了 后来我就是因为这些事情 我们两个又大吵了一架 又过了一些日子之后 我妈突然就是给我转了两万块钱 我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我就问我妈了 我说妈你好好的给我打钱干什么呀 我妈就说了 你老公给我打电话了 说你们每个月的工资都不够花 需要还房贷 而且生活开销也特别大 你现在怀着孕了 你们每天都省吃俭用的 顿顿吃咸菜 你可是我唯一的女儿 我这心里边就 听完之后就特别的心疼 所以妈也没有很多钱 就给你打了两万块钱 就可以改善一下你的生活 给你们减轻一些负担 你就拿着吧 听到我妈说的这些话 我真的就感觉自己特别的不孝 就都已经结完婚了 还让爸妈这么担心我 而且我也是特别的气愤 因为老公他明明死守着他的工资 却不肯为我们这个家付出一点 还给我妈打电话 我真的我感觉他这个人特别的自私 但后来我又看看自己的肚子 现在怀着孕 孩子一天天长大 为了孩子 我也是能忍责忍吧 可是在我们结婚第五个月的时候 老公却一声不吭地把婆婆给接了回来 我当时一下班 回家看到婆婆在沙发上坐着 我当时还心想 肯定是老公跟婆婆说了 说我现在月份大了 马上就要休产假了 婆婆肯定是过来伺候我的 我当时还很高兴地跟婆婆打了一声招呼 谁知道婆婆却说 哦你下班了呀 我这也是刚刚到家 这一路上可把我给累坏了 老公说着呢 就赶紧给婆婆倒了一杯水 说妈您辛苦了 赶紧喝水 我这换完鞋 刚要坐到沙发上休息一会儿 老公却说了 你也别闲着了 妈这也是初次来咱们家 你赶紧去做饭去吧 我听到老公说的这个话 我的心里边特别的不舒服 就心想着 这肯定是婆婆刚到 以后肯定就是换成婆婆伺候我了 我就挺着个大肚子 一声不吭的就去厨房做饭了 炒了几个菜 然后又做了一个西红柿鸡蛋汤 就这样全家人就吃完饭 吃完饭都在客厅里边说话 老公就说了 说咱妈这次就在咱们家多住一些日子 我当时还心想着就是婆婆来伺候我的 但没想到老公接着说 我妈呀身体不太好 就前段日子还住院了一次 就是你挺着大肚子也没有告诉你 现在就是身体一直处于不好的那种状态 我妈就想着到处走走 这样身体会不会恢复的好一点 我妈这么大岁数了 也没有来过市里几趟 现在咱们这不是在市里边住着吗 我就把我妈接过来了 就让她在我们家好好住着 好好休养休养 我这心里边却恍然大悟了 原来我老公接婆婆过来 不是准备要伺候我的 而是让我来伺候婆婆的 后来我每天依旧上这班 因为现在身子越来越重了 我这上班整天就感觉特别的累 再过没多少日子 我就可以休产假了 这心里边想想也是挺开心的 这一天又回到家里之后 就发现客厅乱的不行 婆婆则是坐在沙发上 吃着零食看着电视 我这就看着呀 就心里特别的不舒服 然后我也没说什么 毕竟她是个长辈的 我去面前说也不太好 而且我跟婆婆的关系 也是不太融洽 于是我也一声没吭到 我就想着换完拖鞋 就赶紧去屋里边休息一会儿 这个时候婆婆就说了 你看这客厅乱的 儿媳妇啊 你赶紧把这客厅收拾一下吧 收拾完了之后 你就开始做晚饭吧 我也有些饿了 这婆婆每天如此 让我这心里边真的是 一直生着闷气 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去说 老公也从来不向着我说话 只要我是因为跟他妈之间 发生一点事 老公总是向着他妈 从来都没有向过我 我这心里边虽然生着气 但我还是把客厅 好好的打扫了一下 又拖了地 之后又去做饭 这一系列操作下来 真的感觉特别的疲惫 腰酸背痛的 吃完饭之后 我就把那碗先收拾了一下 放到洗碗吃 我就心想着 我先休息一会儿 然后再去刷碗 谁知道这个时候 老公却说了 你那个碗你倒是刷了呀 在那里摆着不难看吗 我就说那你不能去刷碗吗 我今天真的特别的累 老公就说你真的现在是越来越懒了 就刷个碗你都不能刷吗 听他说这个话呀 我真的特别的气愤 然后我也不想跟他争吵 因为我也没有多少力气了 我就赶紧去厨房 就把碗刷了 我这个时候就迈着沉重的步子 就往卧室里走 我就躺到床上 我就睡着了 后来我也不知道 是什么时候睡醒了 就听见客厅还是有人说话 于是我就悄悄的走到门边 就想听听这么晚了 怎么还有人说话 原来是我婆婆 跟我老公两个人 在那商量着说话呢 我婆婆就说了 你们现在呀 也已经结婚五个多月了 这个房子写的是你媳妇的名字 是吧 我老公就说是呀 我婆婆说 那房贷你有还吗 我老公说 我怎么可能跟他一块还房贷呢 那房子上又没有我的名字 我又不傻 然后婆婆就说了 你呀也长一个新人 等他这个房贷还得差不多的时候 你就帮着他还两期 然后就是你就跟你媳妇好好说说 让这个房子上加上你的名字 你知道不知道 我老公就说 妈这还用你说吗 我这心里边都有数 你就放心吧 然后我婆婆就说了 虽然你们现在已经结婚了 但你要知道 你爸呀早早就去世了 我一个人把你们兄弟二人 就是抚养长大 也挺不容易的 你一定要多为咱们这个家着想着想 你弟弟这在农村生活的呀 也不是很顺利 你看你在市里边 现在也有房子住 也工作也是挺好的 你一定要多帮衬一下你弟弟 你这个大侄子呀 看着也是挺聪明的 你也好好的培养培养他 日后他有出息了 肯定也忘不了你这个大伯 我老公就说 你放心吧 妈这些我都知道 听到他们的对话之后 我真的实在是忍不了了 我就推开门走到了客厅 我老公跟我婆婆看到我气冲冲的走了出来 他们也是吓了一跳 于是就说 哦你睡醒了呀 我说是啊 我睡醒了 而且你们说的话我也都听见了 老公就说 你听见就听见了呗 你那么就是气冲冲的干什么呀 你现在正怀着孕呢 应该好好休息 走吧 我扶你到屋里边休息去吧 我说你给我走开 然后我就甩开了老公的胳膊 我说你们这一家人真是打了一手的好算盘呀 然后扭过来头我就跟老公说 我们离婚吧 老公真的不敢相信我会说出这样的话 因为平时他对我也是挺过分的 我从来也没有还过嘴 没有跟他吵过架 现在就是月份越来越大了 都快生产了 我说出这样的话 我婆婆还有我老公真的是不敢相信 我老公就说了 你闹什么闹啊 现在马上就要生产了 你这说什么气话呢 我说我没有说气话 我已经想了很长时间了 我本来想着你以后肯定会把重心放在咱们这个小家庭上 但我没有想到你们全家人都把我当成一个外人 我老公就说怎么是外人呢 你嫁到我们家咱们就是一家人呀 我说是呀 你们在我的房子里边吃吃喝喝 所有的费用都是我来出 这个时候你们觉得我我跟你们是一家人 但是我要是想沾着你们什么光了 你们就会把我往外推 觉得我是一个外人是吧 听我这么一说 老公这个脸红红的就说 你可要想清楚了 你现在怀着孕呢 如果咱们两个离婚之后 这个孩子就由你来养 而且孩子的抚养费我是不会出的 我说你放心吧 孩子是我怀的 以后由我来养 对孩子跟你们家没有一点关系 你们两个赶紧从我的房子里边搬出去 我当时就生死力竭的吼着 因为当时也怀着孕 老公跟婆婆也都吓了一大跳 他们真怕我会出什么事 于是他们两个也就收拾了东西 从我房子里边出去了 我把婆婆和老公赶出去之后 关上门 我一下就忍不住了 这眼泪哗哗的就流出来了 有的人肯定就觉得我实在是太傻了 一个女人现在挺着个大肚子 居然要跟老公离婚 今后一个人养着孩子 那多辛苦呀 而且肯定也有人说我过分 说就是我不顾念感情 就这样大半夜的把婆婆和老公赶出了家门 但不管怎么样 我当时确实是特别的气愤 也没有控制住自己的脾气 于是就做出了那样的决定 但虽然现在我就是冷静下来了 我也不后悔自己做出的决定 我一定要跟老公离婚 摆脱他们这个家庭 我觉得他们一家人都得太自私自利了 大家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做的比较过分 还是我老公他们一家人做的比较过分呢 我提出了跟老公离婚的这个决定 大家认同吗 好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我的视频的 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